说起圣诞节自然离不开 童话故事 在这个洋溢者温馨气息的季节里 英国伦敦也迎来了传奇人物 慧婷顿和他的毛 这里说的是一段经典话剧 在高空上演 为访客带来别开生命的庆祝活动 营造不一样的圣诞气息 大部分英国人对 迪克·慧婷顿这一号传奇人物并不陌生 他从穷小资变成富翁 最后三次担任伦敦市长的励志人生 要归功于一只猫 后来这段佳话被改编成 著名的童话故事和传统话剧 在温馨的圣诞季节里 伦敦演当局就把这一齣经典童话剧 搬上高空演出 表演者幽默滑稽的舞台功力 让访客不亦乐乎 对演员而言可以在伦敦著名地标 向人们呈现这么励志的故事 意义非凡 好,我爱它,亲爱的 这里我们在135米上 London 告诉你一位最好的故事 London has ever written Dick Whittington 我认为它是非常特别 因为 Dick Whittington 是在这里 在那里里里是 Mary LeBeau 在 Highgate 当然,他变成了 所以这里我们是 在这故事 It's a very sad tragedy No, it's not Of course it's not It's Panto, for heaven's sake Sweet, fun, interaction And a gorilla 笛克·惠廷顿和他的猫 主要讲述一名贫困农家男孩 怀揣着淘金梦到伦敦打拼 如何经历一连串不顺遂的日子 并在得到他的猫后 彻底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 这段精彩的圣诞话剧 12月14号将在伦敦演正式公演 直到18号 每天会有三场演出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